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国民公敌如何自我塑造 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人是张杰博士,他是一位独立学者,法学博士 张杰博士你好 奎德兄好,观众朋友们好 最近中共宣布将在7月15号召开20届三中全会 这个推迟了将近一年的会议被北京耸人听闻的宣告,说是一次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不断扩大制度开放 营造更加符合市场规则、法律规范、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的会议 这种对三中全会的期待是过分的想象和期许 6月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深化改革要贯彻的原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云云 一言以蔽之,仅仅简单的一个字 党就足以把所有的幻想通通归零了 实际上习近平他说要开展一场内战 实际上就是他对中国人要展开一场战争 用他的话说就是三中全会将是这个内战的宣战书 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我想事实上他现在使习近平不管在中国国内 还是在世界上已经丧尽人心 如果说的严重一点 他已经成为国民公敌,人类公敌 不用去说他三年的风控清零 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大坚毅 也不要去说他撕毁中英联合声明 用港版国安法,蹂躏香港 把一个自由港和世界金融中心活生生的摧毁 湮灭化为死港 也不要说他搞国际民退 支持资本出逃,经济凋零 更无需说白纸运动,要他下台 更不要说他支持侵略,堵陷入国际孤立 我们只要看看三中全会前夕最近的一些新闻 就可以看出习近平现在在中国的 他的真正的人心中的地位 请 这个事情就很多了 每天都有新闻在出现 比说有20多个省份出现了 紧税合成作战中心 他的背景就是对上市公司要倒查税收30年 什么叫30年呢?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就是30年 那就是从回到了过去,回到了文革结束后 然后一直倒查过来 这个一招可以说是一种核弹级打击 这就很奇怪,因为习近平在疫情封控解封后出台了大量刺激经济的政策 但是他这一招几乎全把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个体现出中国老百姓对习近平的愤怒和不满 其实也可以理解,我们叫由减路奢义,由奢路减难 也就是从贫困走向富裕是高兴的 而是要富裕回到贫困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 所以老百姓目前面对经济凋敝,面对生活水平的下降 很多人在练习近平有140本书嘛,有个书架 所以很多人就放一些书放在上面 什么《开放社会积极敌人》啊,什么希特勒啊 《上中为水耳明》啊,其实就是影射习近平的 所以这样一来,这个书练就很麻烦 就不知道该怎么搞 所以就有的就干脆把双柜给撤了 因为撤了,还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否则你要放一个独裁者,那就麻烦了 第三件事呢,就是北京对台独啊,要判死刑 出台了一个司法意见 这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台独分子对他的量刑进行了一个系统化 并且规定是最高可以上升到死刑 这就是一个没有退路的一个说法 相反呢,那就是说目前台湾的支持台独的 大概有80%到90%的民意 那也就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是不是都可以判死刑呢 知不支持台独是一种思想,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范围 或者说是一个民族自决权 第四件事呢,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女子,苏州的 他叫胡有平,在阻拦一个暴徒对日本母子进行伤害的时候 最后呢,他挡住了凶手的刀 导致自己的严重受伤 日本大使馆6月28号是降了半期 很多民众也去献花捐款 大家要知道,因为涉及到一个南京大屠杀的问题 在这个苏州这些地方啊,这个民族情绪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显然这个社会在进,就像韩国跟日本也开始 毕竟那是历史上的音乐 但是相比来说呢,就是为什么这种民族情绪会这样高涨 甚至也不是这个苏州了 包括吉林,四个友好的美国教师也被伤害 实际上官方煽动这么一种民族情绪 第五个是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比如说,农村及经济组织法 出台以后,大家感到很惊讶 因为集体经济离我们好像已经很远 并且让我们想起了 好像就是人民公社 那接着就是大饥荒 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那就是走回头路 其实对这个新闻我的看法 跟他们还不太一样 因为中国的宪法第六条 本身就是规定 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也就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就没有改 中国它说的意思呢 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所以我觉得它制定了一个组织法 可能有一种对农村经济的这么一种扩兵 或者土地 可能要在这一方面动脑筋 但是不是回到人民公社了 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也就是目前出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一些事 也就是出现了一种末日景观 不妨拭目以待 是 刚才张杰博士已经谈到了好多目前的现象 确实带有某种末日景观 这不过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最近发生 例如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个走线 认出中国的这个认学的中国的发展 认出中国的人数比网量增加了差不多十几倍 在国外的统计 从墨西哥 从中南美洲走线 就进入美国 说明国内的情况已经是相当糟糕了 一般的人要这么艰难的 要出国 有要花钱 而且这些人都还不是一般的非常穷的人 有些还是中产阶级 受很多苦 甚至有些在路途中间都死亡的人都还用走 这些情况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另外像美国又公布了一些 包括习近平家族 因为习近平一直以反贪腐进行政治清洗 很得意的他的政绩 但是现在美国政府非常正式的公布了 习近平家族就有七亿美金的财富 这个当然一般的外国人看到都是非常吃惊的 但是中国人听了说才七亿啊 都不相信 而甚至认为这是大大的小于人们的估算 所以可以见得他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间的形象 已经成了什么样一个 当然这个情况他不是不知道 这些年来 尤其是大瘟疫爆发以后 这些年来 我想他知道了 白子运动都知道了中国人的一些基本想法了 所以说他这一次开三中全会 很多人说他要像李强所宣称的一样 要制度性的改革 我想这都大家都想多了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 他如果是往这么一走 他整个的人设 他十年来的路线都可以担他了 他当然也知道民间的 包括国际上的 对他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他为了应付他所谓的内战 也早有所准备 不久前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一个军事政治工作会议上 官媒当然发表了一些讲话的正式文本 参会的人说 他还做了急性的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通过不同的管道 各传来是完全独立的不同的来源 但是大家的内容就是一样的 而且都说这个消息来源是相当确定的 但是他的内容还是没有北京官方的正式的确证 但是他的内容和习近平目前的政治实际的操作也有相当的一致性 回顾历史 正如他当年说七步讲 后来被官方一再否定一样 属于遥遥领先的预言 我觉得不宜绝对排除其可能性 通过这个讲话来对照一下习近平 他目前的实际上的政治经济举措 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一些可以相互印证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他的意义的 这个讲话首先他就教训中共全党说 我们今天到延安开军事会议是准备打内战 各位要意识到我们正面临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内战 战争已经启动了 如果我们不用战争的方式应对的话 我们党和政府就要破产 你们都看到了紧税作战中心在全国各地成立 这是战事状态 如果不通过作战方式获得税收 我们就难以度过难关 当年国民党封锁延安 现在美国西方经济封锁我们 我们现在与当年一样是在两条战线作战 现在是警察与税务合作倒查三十年 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剩余价值吐出来 不是说好了吗 先富要带后富 现在我们只能用战斗的方式强行剥夺他们的财富 如果不这样 我们怎能度过难关 如果紧税联合作战解决不了经济困局 我们还要搞暂时经济 必要使赤刀剑红 军队要上 对我们的政治经济不满的人 积压到一定的数量 大量的个人破产 银行破产 企业破产 风暴就要来了 就有可能撼动我们国家政权 我们国家和党不能破产 这是开宗民意说了一段 这段讲话 我觉得起码成内容上 还是反映了习近平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想法 就是说他对民间是非常的不放心的 你看他的警戒越来越深厳 他正在对中国人发动一段 而且他从来对中国人没有怜悯之心 你说不管是什么大灾大烂 他从来不去现场 而且从他的心灵政策 对人弄得这样子 他也坚持了两三年 用他那个紧税的作战中心来说 他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获得税收 我从他的行为方式中间 可以找到一贯这东西 我想请张杰博士 你谈谈您的看法 就是说他现在要采取某种三部曲 就是说对中国人加强诈取 就是现在他经济确实不行了 但是他又不懂经济 他从来我没看见过 他在经济政策上说过 稍稍和经济学与相关的一些话 都是钱不够了 我就要向什么地方去把钱捞回来 例如征税 例如把富人的钱拿过来 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个经济政策 例如像美联储 或者像其他经济学家 提出了一些经济政策 从来不想这些 或者他根本不懂这些 所以这个讲卦 我觉得活活多数地表现出 习近平那种思维的那种直线性 那种不知道经济把持 和他的社会的教育背景 还是相当配备的 我想听听您的一些想法 这篇流出来的文章 或者说习近平一种内部的讲话 我是非常认真的阅读 也进行了分析 在半段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托伪之作 也就是托习近平的名 把习近平心里要说的话 把它说出来 所以这样一来就带一个问题 可能习近平没有说这个话 原因是因为联案会议 这个范围太大了 如果习近平要说这些话 说得这么直白 他应该还是一个小范围的 目前来看习近平的确 在为经济还是在想办法 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前不久 发行的一万亿的超长期 国债 对房产的首付 包括利率都进行了一些量化宽松 还有何立峰提出来 要求地方政府去收购这些房产 来解决这个过剩的问题 等等吧 也就是说曾经在5月17号 对房市推出了所谓叫史诗级的 救市措施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并不认为 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当然源于他就不懂经济 对中国的经济几乎 可以说没有什么认知 所以他有一种狂妄的自大 但是我们也不要低估习近平 其实习近平对于经济上的问题 还是有所思考的 他的问题呢 李克强是希望通过市场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 习近平的思路叫党治党果 也就是通过党的领导来控制 党人支配资源 两个思路不一样 李克强的想法是发展经济 那么必须要磅磅要素市场 习近平的思路是要保证权 在这个问题上呢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习近平也不是不开放 你看他跟美国的大佬 在北京开会 鼓励他们向中国投资 他也说到了 他说我知道中国的问题 经济问题在哪里 他还是在思考 包括怎么那个国际民退 混合所有制改革 应该说呢 只是他们的思路方向不同 再一个呢 习近平不懂经济 他底下还是有智囊 包括刘鹤呀 还是有些智囊 他们对经济还是比较了解 主要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把国家安全 放在经济发展之上 由这个为中心 我觉得这位作者 他反映出来了 习近平可能在未来必要的时候 也有可能走这件事 至于说那个倒查30年 我觉得可能跟国税局 这个想法有关系 一个是的确困难 这个可能是地方税务局 在想这些办法 大家要知道 中国为什么地方财政 这么困难呢 就跟房地产有关系 因为在90年代末的时候 朱隆基进行了一次财税 改革 把国税地税分开 把好的税源都放在国税 所以中国政府 成事实上最有钱的政府 把差的都放在地方 那地方怎么活呢 他就想个办法 就是开发房地产 所以中国的地方财政 就变成了土地财政 但是现在 房地产市场 已经几乎泡沫就破了 那地方政府 那怎么办 那么多维稳人员 那么多公务员 近亿的这些人员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地方呢 为了活命 他可能就采取了 一些按照习近平的想法 倒查30年 反正都是反腐败 税收必须要收上来 但是这个一招下来 那比谣言啊 比什么东西那厉害多了 这是核弹级的 对中国经济的催化 那你想那些上市公司 这是中国真正能够赚钱的公司 那人家一罚五个亿 那人家怎么活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并不认为习近平 就是想把经济把它整垮 或者说就是想走向暂时经济 但是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说它是一场对人民的战争 我也是同意的 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 实际上他就是要改变中国人 就是要让他们从过去 邓小平时代的那一种 有限自由发展经济的思路 整个回到一种北朝鲜的无视 也可以说 他的确对中国人发起了一场内战 是 我想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 经济发展得好 当然是对他来说也是有脸面的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把这个政权在不在我们手中 这件事情看得超乎一切的重要 如果说这个党 中国共产党 我习近平都下台了 都不能控制这个国家了 那经济好有什么用 就是普京说的 如果俄罗斯都不见了 那这个世界有什么用 他就是说 是 经济好 对他来说是增加面子的事情 但是如果实在是 他用了九流而辅之力 没有办法 现在经济还是在不断的下行 很多人就说 你必须要改选跟章 他说你们说那些话 我们知道 就是说最后 你那种所谓的彻底的改变 就是要削弱 中国共产党领导 甚至是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 才能打到 那那是不行的 第一条就是政治安全 所以他政治安全什么政权安全 一直是白在最高位置的 包括现在流传出来这些讲话 压倒一切的还是政权 你看他现在说到那个什么经济 他马上就转过去 现在的经济危机爆发 他知道经济危机爆发 而且他没有办法 现在的经济危机爆发 与五六十年代的贫困完全不同了 当时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 一切都可以掩盖 现在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引发群体事件 如果不及时控制 也会星星之火燃烧到全国 国内外敌对势力呼应 那就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刻 就是说 这个过去是能够掩盖的 而且他承认 过去毛泽东时代 一切都可以掩盖 事实上一切罪恶 他认为也都被掩盖了 政权再活过来了 后来还壮大了 但是过去这种年二十几千万人的 耿骨未有的这个惨剧 都被封锁得 严严实实滴水不漏 连现在有些年轻人还不敢相信 那么现在他认为完全不可能了 虽然他全世界的各种媒体机构公认 现在中国对信息的控制 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他说第二的话 没有任何国家敢说第一的 控制的是最严实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也承认完全封锁是不可能了 在真相难以掩盖的 这个危机行政下 就像古代贤人孟子所说的 如果你把老百姓 视我吵戒 就像过去握死几千万人 就像后来的包括新冠疫情时期 随时要禁闭你就禁闭 要惩罚你就惩罚你 人们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 无视人们的最基本最基本的 吃穿住的权利都完全剥夺的话 那么君是名为朝鲜 民是君如叩仇 这就是说他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 两方对立的情势 这和一般的社会情况是不大一样的 就是说他成了一个军民对峙的社会 而且他也比较欣赏中国 法家式的 秦始皇式的传统 他反反复复地说 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多好 他对这个国内放的一些什么帝王军 也是非常欣赏的 就说这种军民对峙的情势 在中国现在也 甚至是超越古代很多很多了 我觉得这个中邓 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 他才提到了关于几代领导人之间 他们都要怎么样保卫政权 当然只能是内部说得起 我们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手上都染着血 第一代领导人自不必说 邓小平当军委主席 开坦克上天安门广场 江泽民同志 当时也在一线作战室 胡锦涛同志在西藏没有亲自开枪 但是还是全副武装在街头亮相 我亲自指挥的 与印度的石头站 棍棒站也有牺牲 在现在看来 真正的战争与牺牲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对付国内出现的突发情况 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牺牲 但是暴风雨来了 我们不要害怕流血牺牲 我们不说这个话 是不是一定 exactly每一距离 都是他口中出来 但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的想法是相当的一致 从他过去的一系列内部讲话 披露出来的话 他当然也很谦虚 他把自己的杀戮 他还是比较狡猾 把自己的杀戮 仅仅陷于印度的石头站棍棒站 他完全忽略了 他亲自只会亲自部署隐瞒的 武汉新冠大流行杀戮的几百万中国人和外国人 特别是2022年12月7日 习近平政府长期顽固 坚持不可理喻的清零政治之后 在缺乏有效疫苗注射 缺乏医护医药 无预警 无准备 突然放弃清零政策 号召阴阳就阳 应死即死 致使新冠海啸爆发 中国上百万 主要是老年人 万者死于非命 他还谦虚的忽略了很多 例如他关死了 落奖得主 刘晓波 关押了很多很多重要的 那些商界的 政界的 学界的精英 沈志强啊 孙大武啊 许志勇啊 孙家喜啊 许章润啊 刘亚洲等等等等 一系列这些人 你看他对毛泽东 卧死几千万人和杀死几百万 唱千万的滔天罪行 只字不提 只是以第一代领导人 自不必说 一句话就带过了 但是对邓就专门提了 人们常说他很蠢笨 其实他还是蛮有心计的 我觉得 所以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我觉得我们留待历史考验 但是这个东西相当程度的 反映了习近平 现在执政的核心的想法 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对照他的执政行为 和他的过去前后的一些 基本的言行 包括他把他的外交失败 他还把他辩护成伟大贡献 大家知道习近平最大的失败 当然无疑是外交失败 他把一副好牌打成欺烂 他完全受到了 国际主流社会的围堵和孤立 我觉得这也体现了 不管是他 或者是他周围的 那批幕僚的那个脚踝 他把这个最显眼的 习近平最大的外交失败 就是被美国西方围堵孤立 提也不提 取而代之是 他说中俄联手 就是解除了中国的北方威胁 这是他的外交成就 就是他的失败的外交 成了他的伟大贡献 他就是这么来欺世道民的 这种一些基本的 一些阿Q的想法 看起来有点农民式的 狡猾的小聪明 但是实实在在反映了 这个政权 特别是习近平本人的一些 基本的 不登大雅之堂的 阴暗的执政心理 最后我想请听你总结一下 三中全会可能的 这执政的基本基调 三中全会出现了延期 一般来说三中全会是研讨经济问题 所以大家都还是非常重视的 特别是中国一旧过后 没有出现一种报复性反弹 相反的在大量经济刺激政策的情况下 出现了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原因呢 就实际上是有一部分人是老百姓没钱了 因为中国的经济 它实际上就是极少数的家族 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资产 再加上了三年疫情以后 大量的中产阶级反平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对这个整个市场没有信心 所以老百姓有很多后顾之忧 就把钱还是放在家里 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呢 经过了习近平十余年的折腾 再加上内部结构性的问题 基本上是没有 我的感觉是病入高荒 无药果救 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就基本上没入 但是要进行根本性改革 就跟习近平的想法是相冲 因为他的目的 他上台他曾经说过 这个要底下的人说过 就是要救党 因为党已经挽救了军队 挽救了党 挽救了国家 那你想胡锦涛是什么想法 胡锦涛是退下来之前 是经历了黄金十年 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最后到他的面前 成了这个国家要亡了 但习近平说的这个话呢 其实是有他的道理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想法不一样 习近平看到的是邓小平的路线 要继续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政权 所以他为这儿交集 他上台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这么一个 那么三中全会这个为什么拖延这么长时间 也是跟中国经济有关系 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化解 什么薪职生产力啊 还没开始出锅 就世界开始围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习近平他可能还有一些倒行逆施的做法 有不敢单上桌面 所以这个事就把它拖延至今 当然还有涉及到人事 包括前不久李尚福 魏凤河被拿下 等等这军队的清洗 所以说他放到现七月份召开 那么在七月份之前 各种力量都在博弈之中 也就是说了 可能对于红二代 对于反习势力来说 其实这也是最后一搏了 因为这个三中全会以后 基本上也没有很多这个可能性再去翻牌 但是不管怎么说 习近平的这一种做法和他的思路 实际上是一种倒行逆施 为中国就是在困境之中又加了一把火 所以他不愧为加速师 就是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因为共产党不拿下习近平 共产党基本上就完了 而习近平在拿到政权以后呢 他又有新的想法 也就是他私心作怪 他就想了把这个共产党的江山变为他协家的江山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各种矛盾就开始激化 未来会怎么演变 而我们不清楚 但是呢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除了他在权术上的狡猾以外 但是他自古无人 就是说他的政策 为什么会东一下西一下 你看你既然出台了这么大密度的旧事 那你怎么能够去倒查三十年呢 你怎么能够成立紧粹中心呢 你想我们回想到改革开放时代 曾经邓小平对那个年广久 那个傻子瓜子 他就是不要刷 因为他是个代表性能物 而且你说这种智慧都没有 本来人家已经是轻功之了 你现在来一个夺命权 那李向这个事不就死完了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觉得呢 这个文章真伪 我觉得还不是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 他的确来说反映了我们很多人的忧虑 同时呢 也反映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 其实对习近平看的还是很清楚的 也就是说在他的统治下 中国会出大的问题 在三中全会后 中国的经济会进一步的恶化 最终呢 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最麻烦的经济危机会带来政权危机 因为他不像这个美国一些民主国家 出现了经济危机以后 可以通过政府的更迭 进行进行那个改革 最终呢 把一场危机变成一个制度更新的过程 而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出现危机 而政治上也没有一个出气孔 最终会导致双重危机的爆发 是我完全同意你这个判断 就是说基本上往下中国的路还更加艰难 实际上习近平自己也深知 他的最大敌人还是他的同胞 中国人 美国和西方的压力固然很大 但毕竟不会派兵进来改变政权 习政权最终的垮台来自中国的内部 民事均如叩仇 已经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现实 因此他必须向国民宣战 要打内战 那么对中国人来说 凡事欲则利 当国民对习近平谋财 害命中国人的暴政轮廓 已经日益看清之后 一切民间自保自救的方案 将如雨后春省 蓬蓬勃勃的在变山变野谋发起来 好的 我们今天就听到讲到这里 谢谢张杰博士 谢谢各位听众再会